一直以来我们从民选总统至今已经经历了七届的大选 可是一直都有一个叫做八年魔咒 也就是没有一个政党连续三次都可以取得政权 每八年就要政党轮替一次 那当然你看1996年 2000年 2008年 2016年都是这样一个进程的 那大家就会很关心了 2016那到现在2024总该换人了吧 不过就当然还是我们刚刚整个前一个小时提到的 你要先看非绿阵营能否整合成功 才可以让赖有没有可能会打破这个魔咒 到底要继续给他们四年 还是我们这一次的八年过后 终于又可以在线政党问题 因为现在选举还有快半年 那他现在整合其实讲的其实都没什么用 大概从半年周前就在讲蓝白要合要怎么样 那时候柯文哲的民调只有十几 柯文哲都不愿意 柯文哲现在民调有三十他要跟你合吗 这个想也知道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 你现在在目前这个阶段当然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那国民党尤其需要努力 他必须把所有 就是其他的力量尽量把它整合过来 这个其实你看到了有非常多的成果啦 这两个礼拜其实成果已经很多了 本来你要是往两个礼拜前去推 只要每个礼拜三的中常会就一堆人要拉下喉啊要水啊 现在完全没有这些声音了 这个整合就那样 那今天韩国瑜表现他一向的大度 他到场拥抱两次对不对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大家都已经响应了这个号召啦 那当然大家讲郭台银 郭台银我老实讲其实就不必理他 他爱险就是险啊有闲人就是任性嘛对不对 他爱险就是险你真的没办法 他想怎么样有谁有办法左右他呢 他一向这样一向说话不算话 也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嘛 那他想怎么样其实你就不必这样 因为你把心血发为他身上不值得啦 那他讲那些话都是都很漂亮 其实也没什么用途 什么金门什么和平协议我就是金门人 我们金门人本来就是这样啦 还用你来什么和平协议 和平协议本来就在啦本来就一级 对不对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公司在台 本来就是啦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有一幕感动的 今天马航九基金会那些学生回大陆 他们在机场 大家拥抱栽快 是 眼泪都流下来 大陆的 学生来 你看有多少粉丝找他去签名 这就是台湾社会的常态嘛 没有政客下去操作的话 他就是常态啊 带领大陆团来那个叫好平 他是北京大学的书记 前任的校长啊 你看 那他觉得说两岸就是血融与水 这也是事实 这个还有什么说 哇我郭泰民当下我就有两岸和平什么说 民进党执政才会没有嘛 那所有你所讲的这一套 这一套本来就是国民党 因为这是常事嘛 因为国民党是一个团队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我们就是只好努力做自己就是了 那现在国民党慢慢 很多人你可以看到力量都来了 对不对 陈奕甄也到场了 傅昆琦也到场 这就是大家手讲 好像很挺勾 很怎么样 没有啊 对不对 在前代会的旗帜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氛围就出来 出来以后 当然他整个动作有时候未必是很快 他就是慢慢嘛 大家有些想法和旗舰 稍稍不一样他就合起来了 就是这样 那现在还有五个多月 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即便慢慢成型 然后现在柯文哲 觉得说自己比以前好嘛 不是 其实这几天柯文哲 慢慢有些东西在消退 所以很多人讲柯文哲大概 也大概就这样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 因为你前期很多人 这三个候选人 他其实过去在政治上 都已经很多年了 柯文哲也做过八年台北市长 所以你很多东西是要被检验 就你今天讲了多少天花乱坠 大家会检视 你过去做的时候 你到底做怎么样嘛 那这个就是说 你有行政首长的一个经历的话 就会被拿出来检验 那这些其实在选举里面都是非常平常的 所以我们看今天国民党前代会 下来当然就不太会有什么声音了 当然还有非常极端少数的人会说 我要去挺郭 那郭自己也其实心知肚明 等于说他的民调他自己也很清楚 那他现在为什么要说 他好像还没有放棄或怎么样 当然他会觉得说 我还有个机会是怎么样 只要登记之前嘛 对不对 所以九月登记之前 他好像觉得说 如果你会有一道个民调 剩个位数 那他当然有机会 但是这个也不可能啊 因为国民党已经 已经像整合大部分都成功了嘛 所以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态势在往 国民党在往前走 民调在往上升 这个是一个态势 这个是基本的常识 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 台湾现在非常多的问题就是怎么样 我们的出口连石黑 这个其实跟老百姓影响很大 可是在整个政治的氛围里面 你就很少看到这些东西被 被扣大报导 这跟老百姓经济最相关的啊 对不对 那你有看到这些相关的报导吗 没有啊 就说觉得好像新闻都做很小 没有错啊 这个其实就可以看到媒体 在整个险站里面很重要 当媒体被民进党全部掌控 百分之九十的时候 他很多对他不利的消息 他就不会登啊 他就是这样 然后他会去催化一些 譬如说他现在主打柯文哲 今天郑文哲就出来打柯文哲北流啊 就说你胡说八道 我们没有补助你没有错 高雄我们也没有补助啊 他就开始 他说要比照高流 对你比照高流嘛 大家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他的矛头 其实这一两个礼拜 他的那个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你柯文哲步步进逼嘛 然后你又有管长又有那个 又有黄国昌这些人 那这些人你本来是要 0716要在凯道捡起千堆血 可是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整体出征的时候 那个人 人潮或者群众就变减少 所以民进党还是有他很高的手段 这手段在哪里 在于媒体跟网路嘛 他在网路开始好攻击你 好攻击黄国昌你家的旗营地 你家的违建什么样 那很多东西就慢慢的消下来 都会 所以民进党你要看他的目标 柯文哲开始会这样 是他故意让他大的 要他吃掉韩国瑜 把韩国瑜变第二 第三嘛 第二变第三 他其实是有这样的节奏 所以不要看民进党好像 都没有在做什么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策略 有个节奏 那这个节奏 就是我在节目上好几个以前讲 就是四三三的概念 我要让你一直拉扯到你们两个 都是哪三 我哪四 对不对 选举不管多少人去投票 我就是百分之四十 你们两个就是平分六十 你们两个一靠近三三的话 我也好选 对不对 要不然佛友宜你三五 柯文哲二五 我也好选 其实他一直是这个概念在打转 那民进党既然有节奏的话 你等于说 包括蓝营 蓝营当然是在野党最大的党 而且也最具实力的党 你就自己变得要好好的来审视 这一场险战里面的艰难 艰难就是说 你跟柯文哲拉得A进的话 民进党就得逞 那现在这个险战就变得很难打 我要不要打柯文哲呢 打的话 好像跟民党一起打 好像也不太对 你不打的话 人家又说 柯文哲做了这么多事情做得不好啊 那台北市议会最清楚 北流北疫 一件一件拿出来 其实都很不堪啊 真是 都是很笑话的 对不对 柯文哲在台北市 是把台北市当实验室 他在这边做多少整合啊 那这整合做出来是怎么样 是被人家笑死说 原来你什么都不会做嘛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 台湾的情况 这一场是很特殊 你刚提到了 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八连谋座 那其实在选总统里面还有一个情况 过去联颂和那一天啊 我记得是民国2002年的2月14号 那天是情人节 那天宣布的时候 民调是百分之五十六 陈水扁只有二十几啊 可是险站下来 大家知道陈水扁打赢了 我们很多人他想法都说 柯文哲有多少 加韩国有多少 加起来就多少就可以打败谁 可是险棋不是这样啊 险棋不是说 你有百分之二十五 我有百分之四十 我们加起来就有百分之六十五 不是这样啊 险棋当然不是这样 就我候选人 我叫我的自治者 你全部去投谁 不可能 他就是不可能 就是在为什么 因为险棋里面很多东西 是一直在变化的 陈水扁为什么要打败连宋 因为陈水扁喊出一句啊 就是当然两颗子弹之外 他还打出一句话 一号是台湾人 二号是中国人 那是有效 你知道吗 有效 你说我当然是极度不认同 可是他有效 他对很多人 所以很多人就跑出来投票 两颗子弹 陈水扁怎么讲 国民党配合共产党 要打死台湾人的总统 就很多人出来投票 就是那时候 怎么要搭铁路啊 搭什么都到处 坐飞机回去投票 那时候的现象是这样 所以他里面有 非常多不可测的因素 那我们很多东西 现在谈的时候 变成言之够早 为什么 因为你不晓得未来的变化 比如说郭台铭到底 会不会独立参选 这就是一个大家 不可知的变化 对不对 那当然郭台铭 独立参选绝对漏险 那有些人是 我即使漏险 我也要选到底 因为我要拉下某个人嘛 就这种选举在台湾内 每一届都有 都有一个专门在拉别人的 每一届都有 所以你这些 你就变成不要去考虑他了 考虑没有用 因为你做多少努力去整合 那譬如说 大家讲说 你应该 朱立伦你应该打电话给郭台铭 他不会接啊 大家都很清楚啊 你听侯友语讲 侯友语说我两个人来打电话 跟他联系什么 不得其分而入啊 因为他 他知道你打来就是要整合 我现在不想 目前的阶段 我不想让你整合 我也不好说什么 我干脆就不要接 对不对 你打来解析我也不回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还要有个时间去 去磨合 这个磨合是什么时候 就是登记之前啊 这个这个道理都大家都知道 那你这段时间 你不能每天去跟他说 我一定要跟你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都不需要 这个时候你要干嘛 你哪个地方票比较漏 你就去进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都跑 都跟当地的一些 民意代表 意见领袖都结合 然后去探寻 这个地方到底 什么样比较牵切 哪些东西是比照大家所希望 你如果当选总统 可以为我们这个地方做什么的 一定险战是这样打嘛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很多人 就是说他没有想到这样 那现在当然郭代平 因为他没有身份 所以国民党很多人 还跟他占一块 因为他没有总统身份 他如果已经说 我今天宣布我要选总统 国民党谁要再跟他占一块的话 当然就是开除党籍啊 这还有什么话讲 人家已经宣布了 那是已经另外一个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把这东西都确定的话 那选战就会 越来越往好的方向走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